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Honda的CR-V5代 這台5代是新的引擎 1.5升渦輪引擎 地球夢的引擎 今天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SUMIT的後仰角調整器跟竖角調整器 前面的話已經裝好了 目前在施工的是後面的仰角跟竖角 哈囉,你好 這是5代 5代我也忘記有沒有開過直播分享 比較常開的Honda車款一定是CIVIC吧 CIVIC 8代9代 這個是CR-V5代 這個新世代的底盤 這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為什麼要改仰角調整器跟竖角調整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避震器的部分 原廠避震器 它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 是獨立式的麥花城 前面是麥花城 它的上座呢 有3顆 3顆螺絲 再一個固定 固定鈕 那後面的話呢 它的懸吊系統 是多連桿的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這裡本來呢 我的手指的地方呢 這裡會有一個上座 這裡會有一個上座 那後面的上座呢 需要沿用 前面的話呢 KT就有附上座了 這台是5代 那基本上這台車 目前都還是原廠的啦 只有裝了一個引擎式的拉桿 那現在在施工呢 是後面的竖角調整器 盧哥家的竖角調整器 SUMETER的 這是後面的竖角調整器 是在羊角的下方 羊角已經拆下來了 這是原廠的羊角 這台車建議售價 這台車的話 我們完工價是兩萬六千塊 這是後面的上座需要沿用 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這一台呢 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彈簧 那這台的懸吊其實 跟前一個世代的四代呢 已經完全不同了 這裡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自採獨立式麥華城的設計 那這裡有一個ABS油管固定架 反正這台車呢 就是只能給這台車專用的規格啦 哈囉!嘉義早安 這台車很漂亮 這台車也賣得非常非常好 現在剛上市的Raffle 5代 應該算是同級巨的競爭對手 Raffle 5代其實改款之後 也很有競爭力喔 底盤已經改了TNGA的底盤了 沒有耶! 兩萬六的話是只有避震器的部分喔 兩角調整器跟樹角調整器的話 是分開的 是單避震器的部分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避震器 前面是8公斤的彈簧 然後今天的車高呢 要降的幅度比較大喔 原廠的話大概前面的話 大概四子再多一點點 後面的話呢 接近大概剛好是 我的手指頭剛好是五指幅 所以今天要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我要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 漢宏早安 啊漢宏好像你也換這一台是不是 這台是五代的 我沒有開過直播的樣子耶 這一台的話 像是阻尼用油一樣是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然後油封的部分一樣是日本的NOK油封 這裡呢有一個藍色的部分 這個是上座 因為現在車頂很高 爬不上去 所以從這裡介紹好了 這裡呢有一個軸承 這個軸承呢就是一樣是用日本口油的軸承 那阻尼的調整呢 CRV5代很方便 引擎室呢打開從上 上部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了 車高的調整齁 這台車呢 車高調整幅度前面很大 最低的話要降到輪胎跟葉子板切齊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樣的形式設計是靠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壓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整高低的範圍呢相當的大 而且調高跟調低不會壓縮彈簧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乘坐感覺呢是一樣的 因為還在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聲音會比較少 請大家見諒 這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師傅剛好在施工的羊角調整器 這是後面的 它原來的這個是後面的羊角 那後面的羊角呢 它沒有做偏心螺絲去做調整 所以如果降車身之後呢 它後輪呢 後輪的角度 輪胎的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需要靠羊角可調的機構呢 來改變Cumber的角度 對這一台目前安裝的是道路板沒有錯 那今天車主也很有做過功課 知道要把羊角調整器跟樹角調整器呢 一起裝一裝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避震器好了 這樣的懸吊系統 如果有開過歐系車的呢 應該很熟悉 這個懸吊系統 基本上的組合 它一樣是鎖在羊角上面 所以這樣的組合很像是Golf的五代六代 上座的話呢 像VH的Golf車系 它是鎖在側面的 但是呢 這個CR-V五代呢 它的鎖點是在更上方 那這樣子有一個好處 它的行程呢 能夠做得比較長 能夠發揮的行程會比較長一點點 字明你好 道路板是兩萬六了 這是指的是CR-V五代 其他的車系的話 就要再確認一下 那車高後面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的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這個我們一般叫Hilo Key 那像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的車友呢 就可以注意到 它一樣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那分開的結構在安裝的時候 一樣有一個特別特別的重點 就是筒身呢 不能縮得太短 因為筒身縮得太短 他的彈簧一旦壓縮過多呢 就一定會不好做 第二點會有異音 第三個 筒身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安裝的時候 請技師呢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這個彈簧呢 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KT的設計還蠻方便 他是坐在上座的下方這裡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當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手指頭 我們手可能沒有辦法伸到輪拱裡面去做調整 所以要調整的時候呢 後面稍微會比較麻煩一些 需要呢把車子稍微頂高 我們手有辦法伸進去輪拱裡面 摸得到這個機構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這裡有一個防塵套的系統 這個防塵套呢 是剛好符合這個避震器粗細的規格 所以密合度很好 它也不太會積水 那不太會積水呢 這裡就比較不容易生鏽 你好 馬來西亞有油寄喔 可以油寄喔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馬來西亞可以詢問我們的小編 謝謝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後面再拆裝時 其實不用再拆內部的機構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拆除 哈囉 Alina 早安 這個是羊腳 樹腳的話 樹腳的話已經裝好了 可是這個角度我拍看看 有一點暗齁 樹腳的話是在這裡 樹腳的話是在這裡 那羊腳的話呢 是在這個地方 有些車種喔 譬如說 好 你上的 350G 370G 或者是 J31 J32 它的後面的羊腳呢 在裡 內部的地方呢 會做一個偏心螺絲 來讓後輪的Camper呢 能夠做微幅的調整 但CRV5代呢 它沒有做偏心螺絲 所以呢 後輪的Camper呢 是沒有辦法移動的 所以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後輪的角度呢 Camper的角度 一定會自然的變大 變趴 所以如果降低的幅度 比較大的話呢 就建議車友呢 要改羊腳調整器 那這個 羊腳調整器的改裝之前 在譬如說 Civic 8代 Civic 8代 Civic 9代 還有Focus的 不是最新的 是像3代 2代呢 它的後輪的懸吊系統 跟這個差不多 那也都沒有偏心螺絲可以調整 所以剛剛提到過的這些車系呢 如果車友改裝避震器的時候呢 降低的幅度也要比較大呢 就可以考慮要改羊腳調整器 今天車友的觀念很好 所以他羊腳樹腳都一起做可調了 來 右後的羊腳好像裝上去的 我們大概先來看一下 看這個角度拍不太到 這裡的話 這個 邊緣器後方 上方的是羊腳 那下方的這一個呢 是樹腳 今天這樣側高的降幅會比較大一點點 降低大概剩下2指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角度應該拍得比較OK 來這裡是 它這裡就是可以調整後輪羊腳的地方 那藉由這個的長短呢 來改變CAMBER的角度 所以這個 上方這一支呢 就是羊腳調整器 在下方這一支呢 直的這一支呢 有點暗 直的這一支 就是樹腳 樹腳就是來改變這個角度的 輪胎 那邊是車頭 輪胎這個角度 羊腳呢 是這個角度 所以當後輪的CAMBER 還有TOIN 都能夠調整呢 那自然降低到兩指幅 也能夠做出很漂亮 不會吃太的角度 今天施工稍微比較久 因為還要再裝羊腳 這個是羊腳 彎的這一支是羊腳 直的這個是樹腳 還有再施工這兩支 所以施工時間 大概 現在10點多 一個多小時 OK 也安裝到差不多囉 張老闆 你才是專業耶 羊腳樹腳是你的專業 謝謝 各位早安 對啊 CRV五代其實它的外型也很流線 所以車高呢 降低之後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穩定度當然比較高 第二個 帥度也就不一樣囉 我們是在台中 沒錯啦 但是這裡是KT製造的工廠 那在全台灣 北至台北 還有南至花東也都有可以服務的店家 都歡迎跟我們的經銷商聯絡 那如果您不是在台中的話呢 就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如果要做試程 要安裝的話 我們都有小編都會回覆大家有適合的地方 會跟大家做推薦 北區的話可以找我們的經銷商 中區的話也是喔 直播的這個地點算是KT的製造工廠 這個楊角調整器已經裝好了齁 從這個地方 這個角度拍得很清楚齁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CAMBER調整 簡單來說就是它的調長調短 來改變後輪CAMBER的角度 OK 那介紹的差不多囉 今天的直播呢就到這裡齁 如果車友們有要試程 有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謝謝大家 好 掰掰